好了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是在马来西亚 北韩不满马来西亚将公民引渡到美国而宣布和马来西亚断绝外交关系 北韩驻马来西亚外交官降下国旗关闭大使馆准备打击回国 而北韩驻马来西亚最资深的外交官金友松告诉媒体 马来西亚和美国站在一起共谋对抗北韩 马来西亚政策现在是跟着美国走试图剥夺北韩主权还有 以及生存跟发展 北韩早在19号就宣布和马来西亚断交 指控马来西亚17号将北韩男子文哲明引渡到美国 是盲目屈从美国压力所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而马来西亚最高法院3号就裁决将文哲明引渡到美国 因为他被指控洗钱罪还有违反制裁规定向北韩出口回敬品 北韩大使馆是在这个吉隆坡高党地区 使馆人员已经将国旗还有牌柄都取下来了 并且锁上使馆大门 金友松稍后也和其他的外交官还有家属搭上巴士离开 到机场则是使用普通乘客的柜台办理登机 不再享有外交官礼遇 因为在北韩宣布和马来西亚断交之后 马来西亚就要求北韩外交人员在48小时之内离境 先来听听北韩外交官金友松离开前对马来西亚的指控还有声明 马来西亚断交官 马来西亚断交官 封销 PHP! 在封销的封销 解后,是以可必要创见的 明天咚修民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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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 为其冩服用的曾经 这下单能不能够出口的 印象 在法治法的法治法中的犯罪和法治法中的犯罪。 法治法的法治法中的犯罪。 values of fairness. With regard to the grave situation that has prevaile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DPRK, Note I announces total severance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Malaysia, which committed superlab hostile acts against the DPRK insurbs in the US pressure.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的亚洲行 在结束印度出访之后 突然转往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 他在这趟事前 其实没有对外宣布的行程当中 会晤了阿富汗总统甘尼 现在华府正在检视阿富汗的和平进程 还有美军驻军撤离计划 因为据说只剩40天不到 奥斯丁推文指出 这是他自己被任命国防部长以来 第一次驻访阿富汗 他是前来聆听和学习 因为奥斯丁会晤干领的时间点 正是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关键时刻 美国驻阿富汗军队的撤离期限 5月1号即将到来 而这项期限是阿富汗民兵组织 塔利班和美国前总统川普政府 所定下来的 那现在拜登总统是在17号的时候 跟ABC新闻网表示 5月1号的撤军期限 其实将会难以达成 而塔利班则在19号指出 他们希望看到这个和平进程 可以加快脚步 但是也警告华府 美军不要在议定的撤离时间之后 还是持续来驻扎阿富汗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 日本政府为了防止疫情扩大 1月7号对首都圈一都三县 包括东京都千叶县祁域 还有神奈串县 发布的紧急事态 在今天凌晨0点的时候解除了 但是还是担心解禁之后 疫情卷土重来 因为现在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 日本境内查到的确诊变种病毒株 一个星期之内 已经超过 就是已超过1.5倍这个速度 在增加当中 而且到16号为止已经有399例 分布在日本26都道府县 工程县还有福岗县 都是第一次查到 有人确诊感染变种病毒株 那相较于原本的病毒呢 其实孩童现在感染变种病毒株的比例 在日本是偏高 最近还发现 就是包含年长者在内 这个集体感染的病例 重症者以及死亡人数 也可能持续增加 后劳省分析194例的变种确诊当中 不到10岁的占19% 那在所有年龄层当中 这个不到10岁的这个部分 是占了比较多的 托儿所还有孩童有关的设施 现在陆续传出 集体感染变种病毒株 而日本感染症的研究专家也说 还没有充分掌握疫情的全貌 有必要进行解析 如果孩童之间容易传染 或是孩童容易传染给大人的话 那么现行所实施的防疫措施 就必须要有改变 另外在千叶县也发现 一群白天唱卡拉OK的年长者中 有12人集体感染变种病毒株 其中一人是重症 那有些年长者在唱歌的时候 都没有戴口罩 而在这个北海道的札幌市呢 也有一个活动 出现了员工和参加者 一共13人确诊感染英国变种病毒 其中也包含年长者在内 因此东京医科大学的教授说 如果英国变种病毒株 在日本持续蔓延的话 其实年长者非常容易感染 而且致死率也可能变高 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 在天空新闻网Sky News的节目上警告 欧盟如果因为没有先收到 阿斯特杰利康药厂承诺的 AZ疫苗出货量 就暂停让这支疫苗出口 这么做将会适得其反 说全世界都在看欧盟如何回应 阿斯特杰利康的AZ疫苗 供应短缺的问题 因为这个关系到欧盟当局的声誉 如果试图在这个疫苗生产方面 各自为政 或者是逐起高墙的话 将会伤害到英国还有欧洲的人民 那合约和承诺被破坏了 对于欧盟这样一个 以法治自豪的这个贸易圈来说 其实伤害会非常的大 因为疫苗的生产还有制造 都需要合作 华勒斯同时还警告 是因为这个欧盟执委会的这个主席 范德赖恩昨天再度扬言 对AZ疫苗寄出出口禁令 除非阿斯特杰利康药厂承诺 在今年的第一剂出货9000万剂 给欧盟都可以履行 但是呢 英国自己推广接种 却是成绩相当亮眼 19号说又有超过71万人施打 再创单日新高记录 而英国这个周末才宣布 疫苗接种计划大成功 已经有接近2700多万的成年人 施打第一剂 占全国成年人口的一半 另外一方面 欧洲接种计划推展 却是困难重重 现在不仅第一剂的出货量 到现在只有交货的三成 再加上突然冒出来这个第三波疫情 现在可能还会再度封城 那药厂交不出货给欧盟 却可以履行英国合约的出货量 当然让欧盟气到跳脚 现在药厂把问题归咎在他们在欧盟地区的工厂生产延宕 而且英国政府还强调 他们的疫苗其实是来自欧陆以外的其他的供应员 可是全球最大疫苗制造商印度的血清研究所 已经出现供应短缺问题 前两天英国才说下个阶段 40多岁人口的这个疫苗接种呢 将会从4月一直延到5月再来进行 因此华勒斯也说 虽然现在英国接种远远领先其他大国 还有临近的欧洲国家 可是这些国家的疫苗施打混乱进度缓慢 必须要防止出现民众出去度假返国 去把病毒跟变种全部带回来 而白费了疫苗接种计划 因此今年夏天出国旅游这个部分的计划 可能要再等等了 现在印度正在面对第二波新冠病毒 病例的这个激增潮 累计超过确诊已经超过了1160万例了 同时它因为是全球最大疫苗生产国 要为贫穷国家制造多达10亿剂的疫苗 可是现在国内的批评声浪越来越大 因为印度捐赠还有出售的疫苗 其实已经多过国内要接种的这个数量 那现在印度媒体说 印度因为自己需求很大 所以呢印度的血清研究所已经通知巴西 沙烏地阿拉伯还有摩洛哥这三个国家 会延后供应阿斯特杰利康的AZ疫苗 而这三个国家其实都已经订了2000万剂 各自的AZ疫苗 可是现在交货也只有300到700万剂 同时这个印度的血清研究所的疫苗 也影响到了英国 因为英国也是订了1000万剂 可是只有到货500万剂 目前在法新社说是取得德国的一个最新的备忘录指称 总理美克尔要考虑所有反国人士必须接受隔离 还有强制筛减新冠病毒 因为现在在德国的感染率已经超过医院可以承担的极限 这一份备忘录的内容还指出 现在在德国一个星期之内 每10万人的病例数来到103.9例 已经高过加护病房可以附和的100例的门槛 那现在呢 德国人正在经历的是第四个月的封城 大家越来越疲乏 而且这两天才出现反防疫 反封锁的大型示威抗疫 现在有16个邦可能会依据 月初有共识的这个紧急刹车措施 来推翻开放店家的做法 打算把防疫限制令呢 再延长实施到4月 可是现在确定日期还没有公布 现在总理梅克尔持续警告 因为变种病毒出现 病情可能会越来越难控制 菲律宾政府为了对抗疫情升温 宣布扩大实施更严格的防疫规定 现在在马尼拉的都会区 实施的限制措施会扩大 包括宵禁还有禁止大型聚会 会扩大到这个马尼拉的周围4个省份 同时限制这些地区的交通进出 而未来两个星期之内呢 目前呢在菲律宾这个马尼拉的 大马尼拉的部分呢 和4个省会形成一个泡泡区域 只允许必要的进出 包括一些政府官员 还有前线的医护人员 另外就是呢 里头的包括婚礼丧礼 还有受洗礼呢 这些人数也都会限制在10人之内 行动餐厅也都会有限制 包括了外送 但是强调这个不是硬封锁 而是扩大限制措施 就是要民众如果不是单独待在家里的话 也是要戴上口罩的 接下来看的是美国前总统川普 又有消息了 他先前竞选团队的顾问品了 像福斯新闻说 川普被推特这些社群媒体封杀之后 最近可能会使用自己的平台 重返社群媒体 而且认为可能大概是在两个月 或者是三个月之内 就可以看到川普重返社群媒体 米勒还说 这会彻底重新定义 所谓的游戏规则 社群媒体的游戏规则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拭目以待 看看川普前总统到底做了什么 但这会是他自己的平台 川普的推特账号 其实呢 曾经有8800万名的追踪者 他经常使用推文来回集批评他的人事 或者是宣布一些政府的人事变动 跟重大政策转变 因此被称为推特问证 可是今年1月6号的时候 他的支持者闯进了国会山庄 之后推特呢 就把川普的账号永久停用了 川普也被脸书 还有Instagram 以及YouTube 还有Snapchat 这些主要的社群平台 都暂时或者是永久性封杀 现在大家都在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由平台 川普的自由平台出现呢 以上是全球现场为您掌握最新状况